7月7日,德云谷曲社与苏州平潭南北交流专场圆满结束 在返场期间,郭德纲现身专场 并表示,从今年开始,德云社的部署开始往南移 之前在上海就已经开始选址 今年打算在上海成都深圳三个城市设立德云社分社 不得不说,老郭非常的有魄力 因为从今年开始,德云社的部署逐渐的往南移 我之前在上海也在找地方 今天计划呢,上海、深圳、成都 而在苏州这几天,郭德纲表示苏州也非常的不错 还特意去看了苏州大剧院 打算在苏州再开一个德云社分社 正好能跟上海分社遥相呼应 演员们演出也非常的方便 然后这些日子在苏州演出,觉得苏州比较早 那天去看了咱们这个开明大喜一旦 我觉得挺有益顺 如果苏州干一份,我们跟上海遥相呼应的演出也方便 希望苏州德云社能够早日落成,好不好 一年时间要在四个城市选址开店 再加上之前的济南分社 看得出来郭德纲是铁了心要南下 特别是如今,德云谷曲社已经跟苏州平坛开始合作 德云谷曲社的演员以后的每周都会在苏州演出 为德云社开了一个好头 刚才我没来,我的后台一直忙着一个有跟苏州的合同 接下来,德云谷曲社和他们苏州平坛要开始一个大的合作 应该是每周我们在苏州都会有一场合作演出 敬请期待 而且相信又关注德云社的粉丝们也知道 近日继湖广会馆之后 又一家德云社分社将要关门 一时间少了两个剧场 再加上如今北方地区能开分社的地方都已经开设了分社 但还有这么多的相声演员需要演出的舞台 也许这也是让郭德纲要开辟南方市场的一个原因 众所周知,小剧场是德云社演员们的根 如今许多德云社成名演员都是在小剧场磨练出来的 如今小剧场不足郭德纲也只能开辟新的相声市场 这个想法也不是老过一拍脑门就决定的 细心的人也发现了 德云社今年的专场演出基本上都是南方城市 郭德纲老师就是希望靠专场打开知名度 再带动小剧场的发展 德云社如果真的能在南方站稳 那就是打破了曲艺界多年以来南北互相分割的局面 促进了南北曲艺交流 把北方的艺术带给南方观众 那可真是对曲艺界功德无量的一件好事 再次介绍一下 感谢观看